有没有Rabbit Rabbit Rabbit翻太岁了 这个 卯字 如果你的八字 月啊日啊时啊 也看到这个卯字 你也翻太岁 恭喜你 但是它有 三颗不错的吉星 鼠兔的朋友 三颗吉星三颗凶星 太阴 暗中喜事降临 这个太阴星 你做事情你不用担心的 暗中 会有一些急的东西来找你 but how you answer 它一定会来 depends你在做什么 比如我在做工 我要老板暗中帮我 那你是不是要跟老板 打成一片 人际关系先搞好 好耶 人家才会暗中来帮助你 而且太阴星对女人最急 看在太阳 是对男人 太阴 对女人 英文 benefit的 woman 这颗只要是属rabbit 女孩子多半 急心 帮你非常strong 红蓝对男人比较急 姻缘 matchmaker matchmaker 谁还单身的 七五八七还单身的 不用担心了 去认识多一点人 一心缘非常好 如果你的八字 有冲 更灵验 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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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八字里面 如果带一个冲字 这个 音缘 更灵验 如果还有冲在你的月柱 更灵验 更灵验 来 非常好了 下一个唐辅心对生事业啊升官的机会啊 非常好 但兔子因为这个唐辅心他可以给你升官 but only promise 不升财 啊升官不升财 你要官还是要财 假啦 你们很现实啊 老板要多给你钱以后你升官啊 所以 这一点是升官不升财 好像有点没有这样好啊 所以你一定要跟财生交道 跟财生打交道 所以投资呢 就平平一般 不要求太多 属兔子的犯到三行 三行是什么 punishment 刑必有刑法之相 官非啊远离 口舌远离 今年不适合做人家的担保人 如果你要买一个东西 这个commitment是拉到50年 20年 10年 30年 考虑一下 要在今年做 所以投资都不给你财了 唐辅心值给你升官 你去签一个东西 给你好看 但不涨钱 今年我投资买property 犯三行 买了后呢 等他升 不会的 等12年后运回来了 他才升 浪费了12年 你不如等2021 再做打算 对吧 看到一些凶行 行就是 你一定 丢三万的今年 十之八九 有开车的 Rabbit 今年 丢三万的 丢三万怎么办 How are you going to fix the power 如果你一定会中三万 放 goborna 但 bismat goborna 你也可以不用放的 等下你就中那个 punishment了 对不对 中了那个punishment 你一年就化 可是你不放了 他翻你30块 我以前就是知道 那一年我会翻 我就没有放 我看他来了 我故意不放 他翻我30块 整年顺顺 可是 someone tell me you should put put 时的时间 再早一点的时间 然后over了 他翻你6块 觉悟啊 大型 yeah 6块 30块 yeah 也是中啊 所以 you see you still need wisdom to do things 不要 公公 所以这个 这个三型 三型要化解 ok 如果你大运 流年 也翻到形 很难化解 但如果大运流年 没有翻到 你就要用 天以贵人 月德贵人 隆德贵人 来相助 这三个贵人 其中一个 天以贵人是谁 谁拿掉 他在我们看 牛 啊 月德 隆德 还没有讲到 所以 跟牛的人在一起 他的那个急性会帮助你 啊 有点不一样啊 你属兔子 你跟牛的人在一起 他的那个 天以贵人 他的急性 会support 帮你逢凶化解 so you also need to know this year who you should hang out with 所以每一次听十二生 叫做你们的运会好一点 因为这边一定会有十二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运 多半会 rise上来一下 很重要 但很容易啊 你烧天 你贵人精 这个贵人精 就帮你activate了吗 不用这么辛苦啊 你要去找 未必找得到 等于出门 你输什么 you let's go 等下另外一个 最不好的 我输吗 不然不要去 不可以这样 very bad you know very bad 我们看 勾绳 把勾绳搞好 勾绳就是把你的精神 勾出来 容易心情不佳 精神不稳 无法集中 只要你无法集中 你的运势 就不顺 奔波劳累 还会犯到小人 招惹是非 非常多的 negative 勾绳 今年 鼠兔子的 团体 一 一 一 集中 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给勾绳 勾掉你的精神 集中 起来 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这个胸心 让你运势 起起落落 身心容易出现问题 工作表现不理想 小小的problem 所以 maintain happy 你懂要讲 maintainhappy吗 学我 每天带rabbit 身带之rabbit 我有看风水的时候 那一天 换你带rabbit的时候 你们就要知道了 那一天不好 我不是每天都带 很重要的日子 我就会带 带rabbit 守护神来的 但不是因为 我属rabbit 不是因为 我属羊 不是 所以 提升运气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 先对你身边的人 说好听的话 今天 你会在你身边的朋友 你很漂亮 你开心 他开心 他也不会给你脸臭臭 你自然也会开心 每天上班旁边那个 你会开心 坦白讲 你会吗 开车的朋友 整天 走在马路 人家 你会开心吗 我走在马路 有人轰 有时候 吓到 你懂 那个 那个伤魂气魄 好像不见了一点点 这样 会吓一跳的 所以 你要开心 你先让你身边的人开心 自然 你也开心 所以每个人都要学 讲四句话 吉祥如意 哇 厉害啊 你们真的很太厉害 你把我胎子抢去不好的 有版权费了 OK 所以 rabbit 我跟你们讲 这边有没有属羊的 有啊 rabbit 一定要跟属羊的 抱紧紧 等一下 给你们看